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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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各位兄姐妹 在很多教育理論書裡 有些人憑空想了一些理論出來 在美國有一位叫George Banner 巴喬治先生 他成立了一個集團 這個集團為了很多不同的機構 從事一些統計 研究 社會等等事業等問題 他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去跟蹤 搜集資料 研究這班少年人 他們成長的過程 他追訪這些年輕人 和他們的父母 就發覺 到了二十年之後 這班少年人 成為具有影響力的青年人 或者為人父母之後 跟他們交談 於是他歸納出一些成功有效 與一般現在西方有不同見解的培育方法 這是他寫的一本叫親戚也革命 這本書裡 其實分開三大部分 這三大部分裡 一部分指出 美國現在的親戚危機在哪裡 第二 他就在其中介紹到 他的研究調查報告裡面 到底造成危機的原因是什麼 第三部分 就講一些相關的事情 由於我們華人社會 他從四零年代開始 一力很崇尚西方的教育 但看不到他們以人本為主 結果帶來近年 我們看到問題就出現了 所以巴先生 巴喬治先生 根據統計 就是將過去的二十年裡 西方一些教育上失誤的地方 以人本為主的地方 那些重點提出來 譬如包括了 我們很多人認為 跟小弟哥應該好像一個朋友的關係 是不是呢 但在本書裡他說不是 父母是父母 朋友就是朋友 朋友可以選擇的 父母是不能選擇的 父母的職責 是有權威教導小弟哥的 書裡有提到 對傳媒 對一些青少年影響的時候 父母是有責任 要做過類工作的 這些呢 在書中有提特的 其中有一段都頗有興趣的 有一個母親 發現他的小孩兒子 常常用分數 體育技能 來取悅他媽媽媽 這個媽媽對他的兒子這樣說 我們喜歡一個誠實的小孩 多過一個聰明的小孩 跟他的小孩說 神喜歡一個仆人 多過一位名人 這個小孩聽不入耳 覺得很厭煩 因為他的朋友 中間個個不是這樣說的 老師和教練都不會這樣說的 但是當這個小孩兒子 經過了逐漸長大 二十年之後 他發覺他周圍的朋友 人格上有缺陷 有些身敗名裂 他明白到 為何他爸爸媽媽 昔日跟他說這番話 這一本 從西方人事立場 去看回他們教育上失敗的地方 值得我們華人社會今天去重視 親戚也革命